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如果小朋友记认字池有困难 学完的字很快就不记得 家长可以使用每日评估、记录和诗教的方法 每日和小朋友进行读、读、密、写的训练 巩固对词汇的记忆 而研究显示 每日进行短时间的练习是一个非常有效的方法 每日评估、记录和诗教的特点 是我们会定立小的目标 由浅入心 按照小朋友的能力 每星期学习5至10个词语 每日用不超过20分钟的时间 进行读、密、写的练习 如果小朋友连续三天都可以准确读、密、写那个词语 代表小朋友已经成功掌握那个词语 之后的日子就可以停止练习那个词语了 开始之前 我们要准备一张记录表 以及用来密书和写字的格仔纸或者补 家长可以根据小朋友的能力 准备方格较大的格仔纸或者补 然后可以和小朋友在图书或者课文里面 选择5至10个词语作为学习的目标 选择了词语之后 可以清楚地写在记录表上面 又或者用电脑列印记录表 之后我们可以开始进行读、密、写的训练 第一天的记录是训练前的记线 评估小朋友对目标词语的掌握程度 读、密、写之前不需要给任何提示或者温宅 只需要叫小朋友顺序将所有词语浪读一次 如果不识读,我们可以给小小时间去想一下 读得对的话就在记录表上面打个缔号 读错或者不识的话就加个圆圈 那现在你读一次这些词语给我听 早晓、两句、冷、天 嗯,不用确实吗?重要啊,是 之后就是密词语 在密书的阶段,我们叫小朋友将词语在纸上密写出来 家长可以将每个词语读两次 速度要适中 当小朋友将所有词语读完一次之后 家长就由头到尾将所有词语再读一次 读完之后,给一分钟时间小朋友思考和跟证 第一个,早上 第二个,玩具 第三个,冷冻 第四个,天鹅 接着之后就是聆听 当小朋友密研书,家长就可以批改密书 批改的时候可以宽松点,不说写得对 就算不拖工整或者出了小小格,都算正确 当小朋友读和密研词语之后,可以请他对着记录表上的词语抄写一次 在抄写之前,提醒小朋友要注意字型结构 即是报件的大小,留意不要抄出格子,和要留意不画和不顺 当小朋友抄完之后,我们要给一分钟他自行更正,看看有没有写错或者写漏 批改抄写的时候可以被批改密书较为严格 例如,小朋友抄写的时候不画要清晰,报件的大小要恰当 我们在第一日和小朋友选择了目标词语和进行了训练前的读、密、写步骤之后 就可以用小小时间进行诗教,将他未能正确读、密、写的词语加以重复训练 第二至五日就继续进行读、密、写的训练 记得不要漏了将读、密、写的成绩记录在记录表 他说,在诗教的过程当中,我们主要教小朋友致辞的读音和意思 同时提醒小朋友留意自形的结构、不信和不画 当我们遇到不识的三字的时候 有时候这个字的捕手和声旁可以提示我们这个字的意思和读音 这个是聆听的0字 0字的捕手是耳字捕 即是和耳朵有关 我们可以猜到这个字的意思即是听语感解 至于读音方面 声旁可以提示我们这个字的读音 这部分读0 命令的0是这个字的声旁 和这个三字0字的读音是有点相似 之后当遇到不识的三字的时候 我们都可以尝试从他的捕手和声旁 去猜一下这个字的意思和读音 除了利用声旁捕手 来记得致辞的读音和意思之外 也都可以利用多感官的方法 来加深小朋友对词语的认识 例如口头造句、讲故事 甚至用动作表达词语的意思 现在我们示范用讲故事的形式来记字 例如天鹅的鹅字 星期日我去动物园观想着鸟 我见到有几只天鹅在河边休息 在刚刚的小故事里面 我们将我字的第一个报件 我先在故事出现 之后再出现第二个报件 鸟 它们合併了 就会成为第三个出现的字 我 即是我们目标学习的字 家长可以每个星期 和小朋友回顾一下学习的进展 对一些今个星期未能掌握的词语 可以在下一个星期继续进行训练 又或者可以和小朋友 挑选一些新的目标词语 加入去下星期的训练 小朋友在记录表里面 见到自己的进步 有成功感 也都会增加自己的学习兴趣 记住 每一日的读、密、写过程要短 尽量在20分钟之内完成 我们希望透过每日的练习 小报纸巩固小朋友读写致辞